我们回到物俄情势 那么在今天头条我们报道了 俄军已经从乌克兰的三面入侵 同时在空中也发现俄军发动空袭 俄乌的情势快速的恶化 最新的国际金价爆价已经标破了每盎司1940美元 金价创下了一年多来的新高 而中国的习惯是趁高价的时候 卖出获利交易特别畅旺 黄金保持投资的趋势在中国已经进入年轻的消费者 我们了解一下中价中长期的金价依旧会持续攀升 目前价位可能只是晴点不是顶峰 在中国大陆的黄金专卖店内 满满都是购买金条金币与黄金饰品的人潮 上午基本上咱们的顾客这条顾客都是他满人的 一上午基本上能在几十件吧 尽管农历春节前后 向来都是中国大陆的黄金消费旺季 但今年买气更是火热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 光是从除夕到元宵节前 短短半个月 大陆民众的黄金消费额就比去年同期增长12% 我们的这个消费是同比去年黄金类的是上涨60%的 我们的投资金条 包括我们贺岁类的这些金条 也是也是卖的非常好的 不仅买黄金的人多 近来想要卖掉手中金条金币的人更是所在多有 我们目前每天的回购规模都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两天的话应该每天都会回购 五六七百枚的样子 这波超级火热的黄金交易趋势 即使过完春节也没有停歇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比对过去三个月来黄金价格的变化 与乌俄维基病演变成冲突的现况有明显的相关 随着美国情报机构去年12月发出警告 指俄罗斯将在今年1月向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后 金价便缓步走身 尽管在1月底金价一度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在巴黎会谈中 同意维持停火而稍有降温 但紧接着2月初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展开实弹演习 美国与北约也向波兰等地增兵后 金价因情势紧绷加速飙高 2月中美国澳洲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陆续撤离基辅的外交人员 北京冬奥也进入尾声 金价更是飞涨 周一俄罗斯总统普钦单方面承认乌东两区独立 拉开了战争序幕金价一飞冲天 周三的纽约黄金期货更标迫每盎司1910美元 创一年来最高价 在明显可以获利的情况下 中国大陆民众乐意出售手中的黄金存货 我之前预约好 今天来回购 总的一个两枚30克的回购价格是23424 对王先生来说 这两枚熊猫金币仅持有9个月 就赚了1500块人民币 投资金额小却能在短期达到6.8%的收益 可说是十分划算的买卖 除了金币金条外 黄金饰品更难达到投资 保值与装饰等三重功效 因此除了中高龄层外 更多年轻族群也开始投入黄金消费市场 对年轻消费者来说 能够一间二顾的黄金产品更值得购买 除了在实体店买金饰 网购金饰的比例也持续提高 在黄金需求推升下 中国大陆国营黄金生产商 中国黄金集团也积极增加探勘力度 提高黄金产量 分析师坦言 黄金价格的上涨除了乌恶情势带来的剧烈波动外 美国等国际社会通过膨胀情势恶化 更是中长期推升金价的力道之一 就其实黄金的上涨并不仅仅是俄乌这个事情带来的 比较中长期的因素 其实目前来看还没有明显可以缓解的这个迹象 在基辅正遭受炮击的新战况搅动下 黄金每盎司突破1910美元的新高价 很可能不是顶点 而是个起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